大家好,我是DATA數據君 上一集我們講了香港暴雨之下, 東區柴灣浸墜情況 現在又再跟進一下, 這兩天大家經歷做139年最大的暴雨 我相信每個香港人都不會懷疑是前所未有的暴雨 天人台昨晚首1點05分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即是最高級別的暴雨警告 懸掛了足足16小時35分鐘才停, 比起1999年紀錄 5小時47分鐘, 接近3倍, 所以今次雨量非常驚人 好多地區都大受影響, 出現水浸情況, 香港交通大受打擊 例如地鐵服務, 今日由頭班車開始 觀塘線, 石結尾至初行站暫停服務, 亦都有巴士停駛 因為天氣惡劣, 政府宣布學生暫停上學 亦呼籲僱主應該參考爆風球的工作安排, 彈性安排上班時間 因為不是強制停工, 有部份人依然要上班 問題是不少公共交通已經大受影響, 令到上班非常困難 今日的交通情況, 其實比爆風球更差 昨晚我們拍了柴灣的回旋天橋 這條天橋就是柴灣的重災區, 今日車樓少得可憐 東區走廊接播回回旋天橋, 這段路都沒什麼車, 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雨, 現場都有不少傳媒和市民拍攝 部份人士相機很專業拍, 其他街坊就拿部手機出來拍攝 雖然今次的暴雨就是史無前禮, 但市民反應就說好冷靜 大家聊天的時候, 都沒什麼太大的情緒 如果不知道前因後果, 可能以為他們在拍風景 大家果然是驚喜風浪, 又了到 昨晚這個位就爆水渠, 現在已經沒有噴水 有不少工程車在努力清理場面 但這個位置就是整個柴灣區的泥沙最多, 可能還需要時間 後果, 暫時部份路面已經可以行車 柴灣地站就出現過水浸, 現在已經回復正常 只是還有沙包, 預防再出現水浸的情況 之後我再去了附近的地下商場 不是輛車, 原本就跑到這裏, 只要衝過去那裏 有一個苦主, 車就慘了, 被水浸了, 真是不幸運 柴灣島有部份路面, 依然都有泥沙 令地下好滑, 走的時候要好小心 不過幸好有泥沙的路面就不算太多 這條路現在看就好正常, 其實昨晚都是浸了, 水高達1呎 所以行路都舉報為奸 昨晚洪水好多泥沙, 所以好運續一下 而且還是深夜, 就看不到水底下的情況 我就踩了一個水渠道, 幸好水渠好淺, 沒什麼事 這個排水渠, 依然都有非常多遠水排出來 見到有工作人在, 非常努力清理場面 黑雨時候回家, 真是非常狼狽, 時間都好長 現在再走這段路, 跟平時差不多 我以為需要3-4日才可以回復正常 但現在看到, 情況有數受控 我估計明天已經回復得七七八八 希望可以盡發雨過天青 喜歡大家, 健康又平安